各位朋友大家好 咱们来看一个这个中国 传出了一个地方官员的雷人语录 说这个警察不打人仰来干什么 这个官员说的大实话 警察打人推友摩西猪九说的 这个雷死人不偿命 中国官员讲实话 警察不打人仰来干嘛 其实这个接着还有更多的 我就是抄袭他的观点 这不是我的原创 这是人家摩西的原创 中共官员不贪污仰来干嘛 中共国的公仆不欺压民众养来干嘛 中共国的权贵不履责 中国人民的财富养来干嘛 人民日报不日人民养来干嘛 解放军的坦克不亚学生养来干嘛 哎是我在拓展说几句 你说这个城管不欺负小商小贩 那城管养来干嘛 那么交警你不去拦车罚款 那么交警你养来干嘛 是吧那些什么特警军警宪政 你不去维稳你养来干嘛 那些工商税务 你不去吃拿卡药 你养来干嘛 还是其他的什么陆正了 还是什么其他的什么 什么居委会了是吧 你不去找老百姓的麻烦 你不去知道他们的生活 你养来干嘛 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公务员 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群体很扯淡的 你比方说以前我在2005年 2006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亲戚一个表弟 他就是说他在考公务员 问我有没有兴趣 当时我就说我没兴趣 当时我的父母跟我说你也去考 是吧 咱们看咱这个关系亲戚 这个公典法是吧 咱们有关系 看能不能捧个铁饭碗 当时我跟我父母就说了 我不是这种人 我吃不了这碗饭 我肯定考不上公安局 什么特警 还是什么什么警 反正就是吃甜饭碗的 然后我就放弃我考都没考 然后我表弟他们兄弟俩都在考 一考考了好几年 他老爸是法院的 就是他父亲在法院工作很多年了 就是说有一定的关系在里面的 然后就那还等了大概两年 第一年被刷下来了 反正就是第二年好像才上去了 第二年的时候也花了好多钱 就是说凭借着他爸爸在法院 多年的关系网络 再加上他叔叔 从中间又花了大概一二十万的钱 然后才把它给弄进去 成为体制内的人 终于捧上了这么一个铁饭碗 你说让我去考我跟你说 我肯定考不上 像中国的公务员 他就是一个花钱买的 在家里有关系的情况之下 还花了几十万 第一轮比试第二轮面试 说面试最重要 面试是干嘛 那就是看你政治觉悟 看你靠谱不靠谱 你祖宗三代都给你挖出来 你成分背景给你调查清楚 然后还是过了这么长时间才进去 而且说考公务员都说有关系 我父母也跟我说咱们家里有点关系 看能不能给你搞进去 是啊 中国老百姓谁没关系 就是说中国现在说是十几亿人 是吧 起码说有一半的人都说我们家有关系 要么是这个有关系 什么七大姑的八大姨 他的什么二姐夫都有关系 是吧 你这么一说中国谁没关系 谁不想拍关系往上爬 就是说看一个谁关系硬 谁关系硬 谁上去 所以说我早就看到这一点了 你谁没关系 所以说我就不要想了 我的关系是吧 人家只录取一个 你说是我的关系硬 还是我表弟的关系硬 是吧 我表弟他爸爸就是法院的人 我家人不是是吧 如果说这两个录取一个 肯定录取他不录取我 对不对 而且就录取这一个 还等了这么长时间 后来就是跟他也是很多年都没见面了 你要说什么办事不办事 其实不要迷信这个家里有关系的 你不要真的以为他给你是有一些什么 血缘上的联系 或者说是连进你的事情 他就给你办 也不一定给你办 就是说一辈子亲两辈子表 三辈子就算个屌 好就是亲戚归亲戚 你过了三代那还算什么 你网上数三代是吧 那这些亲戚可能都是一个父母 一个家族的 但是都三代以后了 逢年过节都不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谁还给你亲 我平时在一块去网吧打个游戏的朋友 可能我让他办个事 他都批来批来给我就办了 但是这种亲戚的关系 你没有共同语言 你连打游戏都打不到一块去 是吧 他还给你办事 能给你办什么 在那种工作岗位里面每天干嘛 就是各种各样的排马屁 天天各种各样的应酬 每天陪着领导喝酒 然后不出两年一个个都飞头大耳 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很清秀的一个小伙子 进去干了两年公务员 当了两年警察肥头大耳 每天晚上一回家不行不行 我得喝碗稀饭 我们家老家那地方不是有那种稀饭吗 要喝稀饭 每天得喝稀饭 为什么 平时应酬油腻太多了 天天大鱼大肉天天喝酒 那可不是一回家就想多喝点稀饭吗 这是公共员做什么事 后来经过一了解其实也就是一个维稳 如果说当地没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乱子 每天也就是朝九晚五上班打卡下班打卡 每天就是昏日子中国的编制特别多 你算算什么城管交警公安民警特警武警 是什么军警县特 这都是中国什么维稳机构 如果说要是平时要是说没有这些事情需要 你去维稳 他们就是没事可做 没事可做那就是吃空想 你说吃空想人也是在岗位上不是吃空想 就是说在中国这些老百姓 这些官民比例太大了 你要说什么 几十个人养一个公共员 你要是放到在汉朝的时候 当初我看历史的时候 在汉朝的时候好像是几千个农民 或者说是人民养一个公共员 到了唐朝好像也是几百个 然后清朝几十个 然后具体的数字 我可能记得不太清楚 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 你说家王朝家天下皇帝是吧 他还是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产的 你就是有能力的皇帝把家 治理的蓬勃兴旺一点 你比方说文景二帝 我最喜欢就是文景二帝 中国的历史有一些闪光点的地方 我还记得的 你比方说在李隆基 在唐朝李隆基的前期 就是说历史上在短暂的时期之内 有一些有作为的皇帝 明君 当然我不是说明君有这个情节 我没这个情节 是吧 那个时候就是说老百姓养官员的比例没这么高 人民的赋税没这么重 到了现在人民的赋税是越来越重 人民你放到现在的中国 可能要到个位数了 你可能就是说八九个中国的老百姓 就要养一个中国的既得利益 就是不一定非要说党员 你党员的话将近一亿党员 你党员退休都有退休金 是吧 那就等于说是13亿人养了一亿的党员 那么除了这些党员还有什么临时工 公安 辅警 民警 很多都是一些体制内的 那也是老百姓养的 你要是在这么一算的话 这个比例就更大了 我要说是10个人养一个 这都是往保守的说了 可能五六个中国人就要养一个 中国那些政府的那些既得利益者 以及他们的爪牙 他们的家臣家仆 他们的走狗 这都是中国老百姓要养的 他们有这么一个庞大的臃肿的 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就在中国 所以说现在抵得硬 抵击硬 所以说一有什么事情 那中国老百姓就打 所以说这个地方官员可以这么 肆无忌惮的说 这个警察你不打人养了干什么 是吧 这就跟中国在共产党 他在发家之后差不多 那个时候就是找一些什么地痞流氓 无赖 就是游手好闲的人 把他给发展成为地下党 因为他们干事情没有底线 什么敲诈 勒索 绑架 像历史上什么方志敏 是吧 把人给绑架了 还把人给杀了 那就是有传统的基因里边有传统的 嗜血的基因流藏到今天的 这个地方官员说的话没错 你警察不打人养来干什么 所以说现在中国的很多老百姓 就是说被打服了 都不能就是共产党万岁 都不能就是毛主习万岁 习习万岁 党都挣得好 底下来歪嘴和上把筋捻歪了 就算是警察打人了 老百姓还是替党说话 他这是一个个例 这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他就是歪嘴和上 把他给搞瘦就可以了 上面的还都是好的 习主席都是好的 这也是一个考验中国老百姓智商的 什么一件事 什么时候等到老百姓都是全民敢反抗的时候 你不一定求他在政治层面觉悟 意识到体制文化的问题 就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你打我我就要还手 我不管你是警察 你还是地痞不赖 你打我我就要还手 我就要拿刀砍你 这才是一个好的开始 起码感觉反抗有点血性 是吧 你看我之前我讲过什么 贾佑农范华培民进国 我也从来没去讲他的什么一个政治 气象问题 我也没有去研究过他到底是不是反共 但是很简单 你打我或者说你拆我家房子 我就还手 检查以后打你你也要还手 要有理寻辩天下是吧 很简单的道理 中国老百姓你别那么傻了 把自己当成一个软柿子 随便他们捏这些既得利益者 他们天天欺负老百姓 你要是不敢反抗打你你活该 那只能这么说 那就这样好吧 那么节目到最后我给自己打一个广告 从现在开始我要赚一点外快了 就是说我要开通一个收费咨询服务 就是针对于移民这一块 不管你是有钱的没钱的 有语言的没语言的 有签证的没签证的 有护照的没护照的 你都可以过来问我 当然是有门槛的 大家可以加我的电报跟我聊 这个电报号码是老黑7890 咱们在那里面相聊有门槛的收费的方式 有两种 一种是被保收款100美元 一种的是接收虚拟币转账100ufdt 那些真正想获取有价值信息的 你可以来加我的电报好友 至于说那些想白嫖了 不是说我不想帮你 而是说我的时间真的有限 在这里十分抱歉 那就先说这么多